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受半导体市场持续下行影响,台湾媒体12月中旬报道,近期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在新降价潮。 有晶片设计业者透露,明年首季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价格降幅最高超10%,是此轮晶圆代工报价修正以来的最大幅度,不仅愿意降价的厂商增加,更易改先前仅特殊节点价格松动态势,有朝全面性降价发展的状况。 业绩认为,目前晶片市场仍有高库存贷计划,即便报价修正,仍无法拉高晶片设计厂增加投片量的意愿,导致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呈现产能利用率与报价双降。 此前就有报道称,韩国多家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已降至80%以下,部分公司产能利用率仅50%至60%, 预计,明年一季度会有不少晶圆代工厂,成熟制程产能利用率面临50%水平的保卫战,甚至可能将陷入部分产品线开始亏损的压力。 针对明年降价议题,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大厂联电不予回应。 联电先前提到,明年全球各产业都受到高通膨影响,晶圆代工产值可能下滑, 目前市场能见度较低,2023年,营运表现有待进一步观察。 另一家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也不评论价格议题。 该公司董事长先前公开表示,2023上半年仍有大挑战, 公司长约配合客户需开出新产能之外,在能控制范围内会持续下修产能,保持谨慎策略。 预计,世界先进明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恐降到50%至55%,较本季的55%至60%持续下滑。 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大厂利基电也认为,目前很多消费性客户都机动性调整订单, 明年上半年试况确实相对清淡,后续可观察冬天过后油价是否降低, 以及东欧局势是否舒缓,带动粮食输出问题获得改善,皆是影响通膨的关键。 晶片设计业者透露,受库存调整影响,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传出降价风声, 但当时调整报价的厂商不多,降价范围多局限部分节点,降价幅度约在各位数百分比。 但对晶片设计业者来说,要仔细盘算晶圆投片价格,摊分在每颗晶片上的成本, 如果会赔钱,宁愿不下单投片。 所以,双方一个要量,一个要价,展开拔河,讨价还价, 明年首季目前看来,有些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还会再降, 大家库存水位仍高,能下单的数量仍不算多。 晶片设计业者透露,目前已至明年首季, 有更多的晶圆代工厂愿意降价,以制成不同, 最高降幅超过10%,仅台积电维持明年要涨价的态度, 现在情势已偏向买方市场。 部分IC设计厂虽然尚未谈妥明年首季投片价格, 但也认为晶圆代工降价趋势不会停。 即使有些晶圆代工厂公开报价看来没降, 但仍会私下提供个别客户优惠方案, 投片量达一定额度后,后续投片可寄予降价。 与此同时,在12月中旬开幕的日本国际半导体展Semicon Japan上,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发表了全球半导体设备年终预测, 由于全球消费性电子进入库存修正, 市场前景不确定性升高,导致半导体厂减少资本支出, 预计2023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将同比下滑16%, 直到2024年才会恢复增长。 根据SEMI发表的全球半导体设备年终预测, 2022年市场规模将年增6%达1085.4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金元厂设备市场年增8%达948亿美元优于预期, 但封测厂因下半年接单转弱而提前修正投资计划, 使得封装设备市场年减15%达61.1亿美元, 测试设备市场年减3%达76.3亿美元。 在前段金元厂设备部分, 2022年市场规模维持成长主要是, 占比过半的金元代工厂扩大投资, 预期包括金元代工厂在内的逻辑制程相关设备, 市场年增16%达530亿美元, 由于记忆体市场受到需求低迷及价格下低影响, 投资明显放缓。 DRAM相关设备年减10%达143亿美元, NAND Flash快闪设备年减4%达190亿美元。 全球通通导致消费性电子需求低迷, 半导体厂下半年开始出现产能利用率下修压力, 虽然业界预期晶片生产链库存修正会在2023年上半年结束, 但受到东欧冲突持续, 中国大流行通膨压力尚未触顶返船向下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业界因市场前景不确定性扔刀, 因此已陆续下修资本支出。 SEMI预期 2023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将年减16%达912亿美元, 中国、韩国、台湾分居前三。 其中,晶圆厂设备市场将年减17%达788.4亿美元, 封装设备市场年减13%达52.9亿美元, 测试设备市场年减7%达70.7亿美元。 而在前段设备部分, 罗际制程设备市场将较2022年减少9%, DRAM设备市场将大幅减少25%, NAND Flash快闪设备市场亦将下滑36%。 SEMI认为,随着库存修正结束, 看好2024年半导体设备市场将出现明显回温, 市场规模将达1071.6亿美元, 年增18%,改写历史次高纪录, 台湾将夺回全球最大市场宝座。 其中,晶圆厂设备将出现17%成长达924亿美元, 封装设备市场大幅成长24%达65.7亿美元, 测试设备市场则年增16%达81.9亿美元。 同时,据路透社引述德国媒体Folkstam报道称, 英特尔在德国马德堡建厂的计划出现变数, 无法如期动工。 近年来,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众多国家和地区, 都开始将晶片制造本地供应能力视为国安问题, 并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 希望带动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 降低对于晶片生产, 过于集中于亚洲部分国家的风险。 晶片大厂英特尔此前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投资200亿美元建两座晶圆厂之后, 也宣布了在欧洲建厂的计划。 今年3月,英特尔宣布将投资约330亿欧元 在德国马德堡建造两个新工厂, 计划将于2023年上半年开始施工, 生产将于2027年上线, 最终将尝试生产2奈米以下的晶片。 预计这项投资将在建设过程中 创造7000个建筑工作岗位, 并创造3000个长期工作岗位。 今年5月,德国经济部长曾表示, 德国政府希望用140亿欧元 折合147.1亿美元的资金, 吸引更多晶片制造商到当地投资晶片制造。 今年6月,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联邦政府将为英特尔在德国马格德堡 新建两座晶圆厂的投资计划提供约68亿欧元的补贴。 但最新的报道显示,英特尔已经搁置了2023年上半年, 开始在德国马德堡的建厂计划。 原因是英特尔原本预计德国厂, 建厂成本为170亿欧元折合180亿美元, 但由于能源、几元物料成本飙升, 现在以上涨至接近200亿欧元。 因此,英特尔希望争取更多德国政府补助, 以弥补新增成本的差额, 所以暂缓德国厂的建厂时间。 英特尔发言人表示, 地缘因素挑战与日俱增之际, 半导体晶片需求却下降。 这使得英特尔无法给出确切的开工日期。 若等上几年的时间, 一切或许能有较大的改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